你不獨眾生 你不獨眾生 佛高定自在王菩薩 一望法願早晨佛者 即一切智 成就如來世 一望法願永度罪苦眾生 未願成佛者 即地藏菩薩世 为什么还有人发愿 未願成佛呢 我们大家都是发愿 要成佛 对不对 未願成佛 这个就是说 他发愿 不成佛 也就是度尽一切众生之后 他才成佛 在一切众生未成佛之前 我不愿成佛 这叫未愿成佛 这个是什么 这叫大悲一禅体 禅体有两种 一个是善根全部都坏掉了 没有一丝善根了 全部是恶业充满 这种人没办法成佛的 还有就是菩萨 大悲一禅体 就是他 他自己他没有过错 他一点过错没有 但是他就是 只要有众生有过错 就是我的过错 就是这样子的念 你的罪就是我的罪 你没有成佛 我陪着你不成佛 十方苏佛在劝他 他都不愿意放弃 他这个愿力 他这叫菩萨 大悲一禅体 为他不为他 所以叫禅体念 地藏菩萨就是属于这样 大悲一禅体 在我们国家里面 另外一位大孝子也是这样的 三皇五帝里面的顺帝也是这样的 他做孩子的时候也是 他那个后妈要害死他 什么样子的就害他 还在他爸爸面前还说 说好了 但是他忍着这么这么多 他对妈妈也不愿 对弟弟还是很好 对爸爸也是很孝顺的 后来他就是什么 他走到哪里 大家都愿意跟着他 因为这个人人品非常好 他走到哪 他一个人住到哪里 马上一会一会就变成村庄 变急镇 成百上千的人愿意追随他 他住到哪 祥云成盖 天地三神拥护 所以姚帝听说了之后 我天下还有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 把他招来 一对打 确实人品超群 后来我皇帝卫红给你做来 帝卫给你了 就传给他了 这就是中国 你看中国 我们老祖先不错吧 在人类里面还是很自豪的吧 你看有品德吧 我们老祖先不给我们丢脸的 为什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老祖先 中国的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在整个人类里面 全人类公认的 中国文化是文明古国 是礼仪之邦 全世界公认的 落魄到今天这样 我们是不是武逆的子孙 不孝子孙 我们都是炎黄的不孝子孙 所以我们首先得替忏悔 我们忏悔了这个民族的文化 才有可能复兴 没有反省是不可能进步的 所以这个 你看 这个顺 然后做了皇帝 天下太平 这就是一大孝子出生 孝道 所以中国古代来说 也是说 忠诚出于孝门 福慧 什么 来自后德 福 我们佛是福慧两族尊 福慧是从哪里来 后德 从后德里来的 这个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 那地藏菩萨能为众生而不成佛 众生一切罪业 地藏菩萨为我们承担 这样子陪着我们轮回 救我们出轮回 这个十方诸佛都赞叹 也感化我们这些 再不好好修行 地藏菩萨都被我们连累 未愿成佛者 即地藏菩萨是 赋予过去无量阿森七节 又佛出世 明清净莲花木如来 其佛寿命四十节 相法之中 有一罗汉 福度众生 因赐教化 与一女人 自曰光幕 设时供养 罗汉问之 欲愿何等 光幕答言 我已母王之日 知福就把 为之我母身处何去 为什么这个出家人 出了家也不管家 养活社会上又不干活 就靠别人养活着的 这出家人是不是废物啊 这不是怎么回事 出家人能够放下万元 能让身心清净 能让大脑冷静 能具有智慧 是不是人群当中的明灯呢 你说智慧是不是财富 出家人就是创造智慧财富的人 所以你看 《青金莲花墓》 如来的法中 又是相法 又讲相法 因为相法之中 它叫去 距离圣贤的时代远了 很多人就开始造恶业了 那一个呢 也是在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 出家人的重要性 罗汉是谁啊 就出家人了 出家人 修道正果的出家人 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他在人间有走动 是给我们人间做福田 是给我们人制造机会 他们可以三中入定 三天吃一顿 七天吃一顿 这段时间多大提倡屁股 你凡夫个屁 屁什么股 你本事再大 你有阿罗汉会屁啊 对不对 阿罗汉一年不吃都可以的 三年不吃可以 一百年可以不吃的 那请问 他如果不吃饭了 那我们不是没缘分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阿罗汉出家人的启食 上是以佛法养命 下是给众生种福田的机会啊 这是佛陀跟他们说的 你们不能够入定 入定的话众生没机会了 那众生三下的众生 都是你们的父母啊 无量节有恩的人啊 你应当一边修道 一边呢 福慧众生呢 所以以吃饭的这么一个因缘 来脱钵来形化 就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有的人他就看 哎呀出家人有所好前回的 其实不知道出家人是产出 智慧财富的 这是人类里最高的财富 最高级的财富 一个国家如果你没有这些贤人 那过去那个当官的或者是做生意的还讲养几个幕僚呢 哎那是干的 他就是看出主意的 他出主意的毕竟是凡夫嘛 对不对 那那圣人是不一样的 圣人他是他这个智慧是可以通达无漏的 救众生离苦得乐的 给众生也可以种下福田的 如果我们一个人能供养到一位阿罗汉怎么样 你不是梦寐以求啊 我们到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供千生对不对 因为佛教里面的这个就讲嘛 佛陀告诉我们未来不管是什么时代 只要你发心供千生里面肯定有一个真正的阿罗汉 你看那么不容易啊 但是佛又说呢 你专门供千生你专门就是供五百个都是纯阿罗汉 每一个都是阿罗汉好的 不如次第供凡夫生 你看到每一个出家人都能恭恭敬敬 这样被你供五百个阿罗汉生还要供得大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以平等的清静心 你看到出家人 你就会把他当圣贤一样看待 这个你的心已经已经到位了 否则你还在里面挑挑拣拣 对不对 就让你挑到纯粹的五百个阿罗汉 你还不如你心平等的清静的 普洁恭敬的供养每一个凡夫生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佛是讲道理的 这些道理我们都是可以听明白的 所以哪怕是一个凡夫生 刚刚剔度的 你都应当供养他 他都是我们的福田 因为什么 他虽然他自己是刚刚出家 但他穿的衣服是谁的衣服 如来的衣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 他就不看身面看佛面 他是佛的形象 请问佛是不是出家人 佛就是出家人 所以佛在《地藏十论经》里就讲到 哪怕就是看到冒充的 明明知道他是骗子 请问你要不要恭敬他 要恭敬他 但是你能不能跟他学 学不能跟他学 敬要敬 但是要怎么样 敬而远之 这就是这句话 敬要敬 你不能让你的心灵有污染 门长一层阴影 心灵要保持干净 但是身体要远离他 因为你不能靠近 因为佛说了 那他假的 他应该冒充圣贤 来骗人 那他怎么样 他会不会下地狱 下地狱 那你要沾他边 你会不会被他带下去 会的 所以这要注意的 这就要注意 我们要散加保护 但是恭敬心要得 但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假的 那你怎么起恭敬心的 那这句说 那请问佛是不是这个形象 就是恭敬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佛的形象 三世一切诸佛皆现生闻相 皆现这个形象 所以见到身当观佛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想的话 你会马上产生十种大功德 所以那平时呢 我们看到出家人 是不是都要这样想 都是这样 看到身就要意念佛啊 哎就这样 所以我这样讲 你马上是不是有没有感觉 马上就有感觉了 哎 十种大功德有没有得到 马上就得到跟你说 这个就是心心一调整好 马上哗这个 这个 你这个好像这个软件一样 你只要这个一插 马上这个啊 这个 哎 就下载下来了 十大功德就下载到你的机器里了 哎 所以恭敬 这个生宝是很重要的 哎 出家 这个 那请问我们自己家里要不要培养一两个 哎 这个很重要 要发愿呢 你说不是培养 那好 哎 罗汉到我家来投胎吧 他就去你家了 这要修的哎 哎 这个 这个 摩耶夫人有三十二种德 你至少要十六种女德吧 对不对 哎 那那那佛啊 辟知佛啊 菩萨啊 森文啊 罗汉呢 有可能才到你家投胎 做你儿子呢 所以我们现在 我所讲的 这都是给你们 圣贤到你家投胎 我这个种子又撒下去了 哎 善根又给你们种下去了 哎 哎 我们 这个 先看一段短片 那个 就是出家的 叫是 异议啊 那是泰国人拍的一段短片 我们看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阿罗汉 福度众生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要做一个出家人 我们村里也不常有人出家 而出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有些人能够背诵出每一张经文 但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 还是不能出家 我们出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已 还是为了他人 为了父母 为了亲人 引导他们亲近祠愿 让他们的生命更多地与佛法联系在一起 出家会让我们处在众人之上 不管之前多么贫困几句 一旦出家 每个人都要恭敬参拜我们 不管是父母还是老板上司 所有人都要参拜我们 那么在众人之上会有什么好处呢 这将让我们有用学习真定 实践真定 然后也会得到真正的收获 能够修得欣赏 真正的把这些东西传播给别人 这就足够了 我们将有幸学会怎么紧凑地进行生活 而这些好处还会转移到 我们身边无数人的身上 我们空手而来 也会空手而去 唯一留下的身后之物 只有我们曾经修下的各种功德 我们不能千年万年留存于世 相遇不久 就会因为死亡而离别了 我们死去之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 我们死去之后 在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里 我们应该相互行善 我们应该相互行善 能够宽恕的就宽恕 能够为别人做到的事情 能够报答恩德的事情 就赶紧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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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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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服装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 还过着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的生活 一看到他们就会让我们马上就超越时空 好像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一起一样 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所有的众生去理尽他们的 所以有时候我不敢说小称 我说上桌布 因为讲小称的时候有个小字在 好像清漫了他们 上桌布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就好像光木女 你看供养到了一位阿罗汉 是不是 现在如果想想 你能生一个和尚儿子是不是有福 那是未来的事情 这辈子我们自己长期出家不行 短期住家总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两天听经 所以为什么我提醒大家 他讲经结束了 我再告诉你们 你们说 师父你不早说 所以我第一天就告诉你们 就当这七天短期出家 这两天也有居士 我看到有几位海青舍不得拖 他说师父我舍不得拖 我在房间里都舍不得拖 乃至于别人一路上看了以为他是出家人 我都很随喜他 穿上这个海青很发喜 这不容易 这都是过去三更 所以除了这听经 我们甚至更发愿 以后有机会 我专门到寺庙去断气出家 把头发剃落 穿上家伞 好不好 出家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三个月也好的 你看刚才这讲的 每句都是真实语吧 每句都是真实语 一句假话都没有 反过来说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家的 出家是有规定的 四字齐绝 心智清楚 六根不缺 这样才行 出家都要人中最聪明的人 所以在泰国那些上座部国家是这样 在西藏都是这样 佛教传统以前都是这样 越末法时代越不一样 你想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中国就末法的像要多一点 我们现在出家人里什么人都开始有了 讲这个也不好 你们只不过这就是一种衰像 什么都有 出家的什么都有 但其实按照过去规定来说有可能的有一些人是不够不不能不够格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请问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自己身在这个末法时代没有人下请帖请你来末法时代 你所有看到这些现象你要不要忏悔自己啊 那忏悔自己 所有所有官都要回光返 都要忏悔自己 男子里看到一个假的 请问是不是你的罪 想这是我的罪啊 这是末法时代的衰像啊 这些衰像都是我造的啊 我如果是好的话 我就没有就家出家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顺帝也是这样啊 顺帝因为他大孝子后来他治天下做皇帝的也是这样 他说如果我有功的话都是你们的 如果你们有罪的话都是我的 顺帝以前就这样 天下有罪罪在功卿啊 那你看 请问顺帝是不是菩萨 那其实就是为菩萨 那我们学佛了之后我们明白 以后我们要这样子的心念 所以 你看我们这个光目女 还是有福报啊 还是遇到人间福田 那供养 供养出家人有这样一个 叫所愿 所求如愿报 只要供养到出家人 你发愿 就是这个善愿就能成就 所以出家人叫福田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里阿罗汉马上就问他 你看 欲怨何等呢 你供养我了 你有什么愿望呢 罗汉明知 为入定官 见光目女母 躲在恶去 受极大苦 罗汉问光目言 如母在身 作何行业 竟在恶去 受极大苦 光目答言 我母所习 为好时诞 于别之数 所时于别 多时其子 或草或煮 子情门女 对不对 婆罗门女 为什么那个时候特意讲是婆罗门女 这里边都不说婆罗门女了 这边说 自悦光目 对不对 婆罗门女代表什么 既然是佛 那个时候是哪一尊佛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相法时代 请问那个时候佛法有没有在世间 有在世间 但是他有没有生在一个佛化家庭 他生在一个什么 是不是外道的家庭 这外道代表什么 代表是不是支箭有问题 是不是有邪见 他生在一个有邪见的家庭 你说他的妈妈为什么下地狱 是因为什么 因为邪见 不信三宝 长青三宝 对不对 长青三宝 那时候婆罗门女 种种去散巧方便 为他要给他开正见 对不对 但是开不了 一会信 一会就不信了 就这个邪见转不掉 对不对 就因为这样子是邪见 轻毁三宝就下地狱了 对不对 那这里面这个故事 光母女的故事 就讲 她的妈妈是吗 她这个里面没有讲到她邪见 但是讲到什么 除了邪见的罪恶 第二个大就说什么 杀生 杀生的罪业重 杀生的罪业特别重 请问生命是不是平等的 生命你可以怜悯她 你可以慈悲她 你可以救她 他们说你不能害她 不能害她 你不能欺负她 你是人 她是鸡 她是苍蝇 她是蚊子 那她已经被她恶业所束缚 已经那么苦了 你还欺负她 那你还是人吗 你只能帮助她 你 就是你只能帮助弱势群体 你不能欺负弱势群体 对不对 如果欺负弱势人 说明你不是文明人 你帮助弱势群体 也能说明你是个文明的社会 文明的人 做文明的行为 杀生害命是最惨烈的 本来你也是命 他也是命 把他杀了 煮的锅里面那个肉 肉跟我们的肉又一模一样 你是他肉是地水火蜂 他的肉也是地水火蜂 对不对 组成员不完全一样 就结果我们张开嘴 去咬他的肉 这个是一个泯灭的 良知的一种行为 所以所有恶业当中 除了邪贱之外 杀生最重 恶业也很重 所以因为这个 就这个杀生 请问我们过去不懂佛法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杀生 我们有没有吃肉 我们喜不愿喜欢吃鱼 吃鱼还专掉那个 专剪那个挑 挑那个 母的 母的肚子里面有鱼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买 我都记得 他就买 这个鱼肚子很大 说明你有鱼籽 赶买回去 那学了佛之后就什么 就反过来了 也是专门买这个 这个有鱼籽的 还有放了一条好 放了一条母鱼 那么多鱼籽 等于放了很多很多的鱼 对不对 那就是 那功德大 所以学了佛 你看 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 是不是判若两人 学佛之前 无恶不招 招起来还是很高兴 还专解恶业最重的做 你看 学佛之后 就戒恶修善 专解善最大的修 对不对 这就不一样 你看 佛法所以重要不重要 释迦牟尼佛 他不做国王 做老师 对吧 这个选择 对吧 非常非常重要 他要做国王 只能够利益当时的 这个人民 他做老师 你看 普及万方 所以知识 是没有国界的 他如果做国王 那在那个还是有国界的 对不对 那佛教的文化 就没有国界了 智慧没有国界了 优秀的这些制度 他就没有国界了 所以这里 我们 你知道你看 这个杀身的这个罪业 这么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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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清净莲花木如来 剑树化形象 存亡祸报 光木闻以 急舍所爱 寻化佛像 而供养之 复恭敬心 悲悯斩理 呼吁夜后 梦见佛身 金色晃药 如须泥山 放大光明 而告光木 如母不久 当身如家 才觉饥寒 即当言说 其后家内 彼身一子 未满三世 而能言说 疾首悲弃 高于光木 生死夜缘 果报自授 五世如母 久处暗明 自别如来 雷夺大地狱 门辱福利 方得寿生 为下贱人 又负短命 寿命十三 更落恶道 如有何尽 并无脱预 并无脱预 光木 闻说 知母无意 耿夜悲涕 耳败 耳败鼻子 即使我母 何知本罪 何作何行业 我在恶道 鼻子答言 以杀害 毁骂 二夜受报 若非以闻福 就把五难 以事业故 为何解脱 我们先读到这里 阿罗汉 就告诉他方法 告诉他方法 请问 告诉方法重要还是那个 我们在社会上 社会上 还是别人借钱给你重要 还是告诉你赚钱的方法重要 所以社会上一般是什么 宁愿借钱不借路 有一句话叫 借钱不借路啊 什么意思 我做生意的方法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我宁愿赚一点钱 来啊 拿一点用用 给你用用 是不是 社会上人是不是这样 但是 那是凡夫是这样 圣贤怎么样 圣贤就是告诉你方法了 圣贤就告诉你方法 你自立自强 对不对 这样就能够 你就能够 你这样子就能够 站立起来做人 就告诉你方法 所以也是 那请问我们大家 我们常常学佛 包括我们看西游记 我们都想 那个圣悟空 一个跟头十八千里 他为什么不背着唐生 一个跟头就飞 就翻到印度呢 我们常常是不是会这样想 那唐生为什么被鲁迅 称为叫民族的脊梁呢 他为什么被称为民族的脊梁 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的精神很可贵啊 他能克服千难万难 甚至为了他的正确的志向 能吝舍生命 请问这个精神 伟大不伟大 这个伟大就是一个民族 乃至是一个人向上的动力 如果都指望他那个徒弟背着一个跟头飞到那去 你说他还能不能做民族脊梁 那你现在也是 我爸爸妈妈有钱 我不用赚钱了 那你这还有出息没出息啊 没出息的 我跟你说 所以佛菩萨也是把方法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要不要好样的 要实践这个方法 把这条路这样走出来 走出来很享受的 你爬这个是爬山一样的 爬山享受不享受 爬山很享受的 你说哎 生物空一个跟头把我翻到山底 翻翻到山底 那路上的风光你不就看不到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我们 我们佛告诉了我们的方法 我们也一步一步 一步一个脚印修出来 那所以这个是谁给我们做证明 谁陪伴我们知道吗 地藏菩萨 所以经典一开始说 为言复提做众生 做正大正民族 给我们做证明 哎 圣贤 原来就是这样修出来的 哎 既有修善 然后啊 次第修学 所以文师教法很重要不重要 他就有的人说 我就念佛就行了 我反正知道了 念佛 他就就就就可以了 因为念佛 佛怎么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是不是一个男性的法门啊 如果没有信 没有信你念佛行不行 能不能到极端世界 那你说信从哪里来啊 信要从文师里来啊 广作文师 遣除疑惑 你才能生信啊 信是 信不是说我信啊 那你是主观的信啊 你跟真正长出智慧的信 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有智慧的信才能去极乐世界 没有智慧的过那个主观的信 那就叫迷信啊 你迷信阿弥陀佛能到极乐世界去吗 那明明佛教是智信啊 是觉悟的信啊 那你走的是迷信 你是是是糊涂的信 那那那完全跟佛不是一回事 到时候你不用怪佛的 佛明明告诉你 信是从哪里来 信是从文师建立的 所以那个那个七法财 七圣财 我昨天讲了 第一个就是信财 信财从哪里来 从多文财里生出来的 你不多文怎么生信出来 请问我们以前也读过地藏经的 那经过这次我们讲 是不是 现在再看地藏经 感受不一样了 这就不一样了 阿洛汉就是教他指尘 念清净莲花木如来 而且呢 光清净莲花木 光清净莲花木 比如说我们要有智慧了 我们冷眼看世界了就行了吗 坚树花形象 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体 虽然是棘手本然静心地 但是这个静心地里要什么 无尽佛藏大尺尊 要把它装杖的 靠什么呢 树花形象 就是让你这个清净莲花木 也具足这个德 要把这个形象要献出来 所以打坐的时候 念恩 义恩 报恩 词观 悲观 甚至观音菩萨 普文评理 悲观 极词观 这些 你坐里面你的心不能空的 你要空的话 你在造什么业 我们说吗 善业 恶业 无忌业 无忌业就是心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无忌业 无忌业也是会堕落的 畜生道就是无忌业里生出来的 所以说坚树化形象 是指这么 这样子的话 你本身 第一个你自己得利益 第二 所有跟你有缘的 王者也获得福报 所以光木女听了之后 就按照这样子的 急舍所爱 你看 又是把自己一些 所有的跟这个正法不相干的 全部都给他舍下来 哪怕自己再喜欢 那个喜欢是习气 是不是 喜欢钻石 喜欢戒石 喜欢别人说你好话 是不是习气 跟修行是不是一点不相干 对 所以要把他舍 然后寻化佛像 而供养之 不仅仅你关起来了 我关起来 干脆里面那个 而且要庄严他 庄严他 因为你清静了 很清静的时候 然后这种正觉现前的时候 你又修慈心 是不是来供养这个正觉 说悲心 是不是供养正觉 你看到这个外面 花花草草绿的 青山绿水 在你的青金莲花木当中 你看到这些 供养佛性 供养一切众生 请问这是不是供养 供养之 复恭敬心 悲弃斩礼 悲弃斩礼就是心还贴得清紧的 一边斩礼 佛陀 另一边又替众生 所以这里面就也包含了 像观音菩萨的德在里面 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礼 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 这一句话里就具着这两个含义 然后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呼吁业后 为什么叫呼吁业后 请问如果没有具足前面的条件 你说我等 我等千金莲花木如来 你们能不能等来 等不来 不是莲花木如来不来 是我们你的业障重 当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明来了 是不是暗就去了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无量罪业都消除了 无量罪业消除啊 然后这时候就忽然就 就那个了 修行境界就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要开悟开悟 哪天开悟不知道的 但是不问其果就修其心 所以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只要你这个功夫生 送到生到时候 就忽然的就 忽然开了 知道不知道 有时候甚至在做梦的时候 都哇一片大光明 忽然人就没有掉了 或者打坐 或者在做好事的时候 今天做好事 一边观无我无人 也没有我在做好事 在忙着 纯然无我的时候 忽然之间 你就身心操脱 拥脱更成 这是哪一刻 不知道 只要你应做好 你不要期待的那一刻 你要期待的那一刻 你说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有可能你见不到阿弥陀佛 你只要前面那个 你就忽然阿弥陀佛 多久就见到了 所以你叫听经 按照佛的方法去做 呼吁业后梦见佛身 金色黄药如须弥山 放大光明 这是不是阿弥陀佛 放大 耳高光目 如母不久 这里面有进步了 那以前只是听到 对不对 听到觉花定如来的声音 这里怎么样 见到了 你看 是不是 代表这是进步了 修行的道路上进步了 其实整个一部地藏经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的 劫次 位 就是每一位 读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不是 我们眼光看 那是佛的事 那是地藏 不知道 是谁 佛讲这个法 度谁的 就度我们的 所以看经 就看着自己的说明书 每一个你都要用心去回光反照 从里面 经在外 在这里看着 然后从地藏经 要从里面出来 要从你的自信里 把地藏经 再反出来 然后受用地藏经 这就叫什么 这就是经典里面的叫 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 受用到最后的十项般若 对不对 为什么佛陀跟他说 到你家 会生到你家 做用人呢 儿子 鼻子 然后生下来 他就说 会跟你讲的 他会跟你讲他的 这个的 而且呢 才觉极寒 极荡言说 结果怎么样 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 其后家内 彼身一子 未满三日 而乃言说 其手悲弃高于光目 生死业缘 国宝自受 多大地狱里面怎么样 蒙辱福利 防得受生 虽然受生呢 因为前世他不尊重生命 杀害生命 对不对 所以虽然做人是做下贱的 因为你不尊重生命 所以也不出来也不被人尊重 下贱 不单单下贱 而且怎么样 因为不准说 吃生命 杀命 所以就投胎做人了 命短 所以这个你看 一个果报 就是我们这辈子 如果杀生 吃肉的话 直接的果报就是什么 这辈子也会短命 然后多病 然后死了之后下地狱 就是你从地狱里出来之后 以后再做人 还是会短命 下贱 这叫等流果 有的是花果 等流果 这个果就是说 你今天造的这一个恶业 它是长久的会被这个恶业困惑 困住 但是你看 如果有一个小孩 能为他这样子修的话 你看 还是能转变他的命运的 七首本燃尽心底 无尽佛藏的四尊 南方世界 圆像铃园 终于花渠结果 一羽 苏宝鱼 鲍鱼 无数种 微笑微微变状面 天人们佛神合影 佛言地藏不测诠 三世如来同赞叹 十方菩萨共归 我倾诉之声音乐 沉阳地藏着我 那不地藏我菩萨 那不地藏我菩萨共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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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地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 顾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收看生命电视台 顾持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 拿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 普渡众生的好的节目 动画联系剧 请更好的法师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 可以买更好的配备 制作更好的 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 普渡众生 所以各位多关心 多顾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顾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杀蛇卖蛇的夜报 阿正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大胆子 很小的时候 他就敢徒手抓小蛇玩耍 哎呀 蛇 家里有蛇 老婆 你怎么了 蛇 蛇 有条蛇跑进家里来了 真可恶 他跑到最里面去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老公 快把他抓出来 家里有条蛇我可不敢待在屋子里的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从外面都听得到你们的叫声啊 王阿姨 我们家里跑进来了一条蛇 它跑进柜子下面不出来了 现在要怎么办啊 哎呀 蛇啊 那可不能伤害它 蛇可是很有灵性的 我也不想伤害它 可是总不能让它住在我家里吧 我太太它最怕蛇了 老公 你怕不怕蛇啊 如果不怕 你伸手进去将它抓出来 伸手进去抓蛇 这个我还真不敢啊 这种事情可以找阿正啊 他胆子大着呢 从小就敢抓蛇玩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他呢 我这就去找阿正来帮忙 阿正啊 我们家里有跑进来一条蛇 可以麻烦你帮我去抓出来吗 没问题的 我现在就过去你家里 蛇在哪里呢 就在柜子底下 让我来 你们先到旁边一下 抓到了 就这么一条小蛇 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了 哎呀 阿正 你快把它拿走 我一看到蛇就浑身发抖的 阿正 还是你的胆子大呀 这么拿着蛇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你赶快把它处理掉吧 别再让它再跑进屋子里来了 好啊 那我这就将这条蛇处理掉 阿正 你可不要伤害它的性命啊 王阿姨 为什么不能伤害它性命啊 蛇都是通灵性的 你若是伤害了它们 可是会遭到果报的 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将它放走便可以了 可不要伤害它性命 哦 这条小东西还通灵性 它真有这么神奇吗 阿正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哦 千万别做伤害它的事情 好的好的 王阿姨 我知道的 我这就将它带到野外放掉 年轻人 这条小蛇是你抓的吗 是啊 你打算怎么处置它呢 还能怎么处置 将它丢掉呗 这样吧 不如你将它卖给我吧 什么 你是说要买这条蛇啊 是啊 现在蛇很有市场呢 很多人都喜欢吃蛇肉 喜欢用蛇泡酒 你就这么白白将抓到的蛇放掉 实在太可惜了 不如卖给我好了 哦 真没想到 还真有人出钱买蛇啊 当然了 以后你抓到蛇就联系我 不管活的还是死的 我都会来收购的 怎么样 好啊 反正我要蛇也没用 将它卖给你 我还能赚一点钱 这有什么不好呢 对嘛 最近蛇的价格可是很高的 尤其是那种大蛇 如果能抓到几米长的蛇 那价格可足够你一年的吃喝了 啊 真的有这么值钱吗 当然了 不过几米长的蛇很难遇到的 就算遇到也很难抓到 如果你真能抓到这样的蛇 那可是走运的呢 诺 这可真是一个赚钱的好方法呀 看来以后我要多抓一些蛇了 哎呀 阿正 你怎么抓这么多蛇啊 小灵 你不知道 蛇这东西可以卖不少钱呢 而且最近它的价格越来越高 所以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山上抓蛇来卖 是吗 那你干脆不要种田了 改行抓蛇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看这主意不错 要是能抓到几米长 那我可就发财了 阿正 王阿姨不是说杀蛇是要遭到报应吗 你难道不怕吗 我只有抓他们 我又没杀 就算真有报应 也轮不到我头上啊 但是 他们都是因为被你抓到 而丢掉性命的 好了好了 好了 不要再啰嗦了 难道你还真相信王阿姨的鬼话吗 如果你相信 我可不信 这世上哪有什么果报 都是骗人的 不信果报的阿正 依旧经常捕蛇来卖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倒霉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 他怎么样了 他看上去有一些精神了 不过还是没有力气 阿正 不如我们再去请兽医来看看吧 为了给他治病 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看病的钱都快赶上他的价值了 我看不如让他死了就算了吧 阿正 这头牛可是为我们家出了不少力啊 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好吧 好吧 多亏这一阵子啊 抓蛇赚了点钱 现在可好了 赚的这点钱 全花在这头牛身上了 唉 真是倒霉的 老婆 你的腿怎么了 今天中午不小心摔到沟里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好端端的 怎么会掉进水沟里摔断腿呢 别提了 我当时正走在路上 突然看到一条大蛇 从一旁窜了出来 那条蛇真是太大啊 足足有两三米长 我一害怕便失足掉进了水沟里 啊 你说什么 两三米长的大蛇 你不会看错了吧 不会的 那么大的蛇 我怎么会看错呢 哎呀 真是太棒了 这么大的蛇 可是非常值钱的 只要能抓住它 我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阿正 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去抓蛇了吧 为什么呀 你发现没有 自从你开始抓蛇来卖 我们家里 就接二连三的出了那么多事情 把你抓蛇赚来的钱 都花了进去还不够 阿正 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啊 老人不是常说 伤害蛇是会遭到果报吗 老婆 你想的太多了 要不是我抓蛇赚钱 那最近我们这么多的开销 可是有点吃不消啊 还好 我抓蛇赚来一些钱 才能减轻一些负担 老婆 你好好在家养伤 如果我抓住了那条大蛇 今年我们的吃喝可就足够了 那条大蛇的洞究竟在哪里呢 只要找到洞穴就一定能抓住它 哈哈 终于让我找到了这么大的洞 里面的蛇一定不小的 可是要怎么才能将它引出来呢 对了 可以用烟将它熏出来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哦 跑出来了 怎么是条小蛇呢 真可惜 竟然只是一条小蛇 也罢 小蛇也能卖一些钱 哦 没想到 你在后面啊 别跑 我看你往哪里跑 你跑得了吗 哈哈 终于被我砍死了 哇塞 这次我可要大赚一笔了 哇 这条蛇可真大呀 阿正 这是你打死的吗 当然了 这么大的蛇 现在可不好抓啊 听说 有家餐厅 一直出高架 收购大蛇呢 这条蛇 应该值不少钱呢 阿正 你怎么能杀掉 这条大蛇 赶快将它埋了 然后重新忏悔吧 否则你会遭到果报的 王阿姨 这条蛇 可是值很多钱的 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埋了呢 我还准备用它换钱 给我太太治病呢 我自己啊 送到餐厅里去买 一定比那位收蛇人 给得多 唉 作孽啊 阿正他真是在作孽啊 为了追求更大利益的阿正 带着这条大蛇 骑着机车送往餐厅 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路上 他的机车竟会和 一大货车 平面相撞 没有戴安全帽的阿正 一头装在了货车上 血肉模糊 其惨状和那条大蛇 如出一彻啊 马上 黎小弈的阿正 电灯电灯我的明灯